诗人都知道 马上凌冲 布下武松 这虽是夸赞两人武功了得 可以并驾齐驱 但同时也说明了凌冲和武松 是可以被相提并论的两大齐绝人物 武松的杀伐之妾 在水浒中战一绝 而凌冲的狠毒之妾 在水浒中最称奇 武松一旦动手 几乎就从没一句废话 那真是气势冲天 比如夺取贝英葵性命时 武松快准狠 不一会儿就把贝英葵斩于马下 在看凌冲动手前 几乎都是先来一大篇演讲 杀陆迁如此 杀王伦也是如此 所谓杀人诛心 故而凌冲才被金圣叹称之为独人 但可惜 水浒这两大齐绝人物 在最后却出现了明显差距 武松被封为亲中祖师 得以善终 而凌冲因病而亡 无人问津 十分凄凉 那么 为何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差别 其实书中早就给了答案 概括来说 就是武松有三座靠山 太过给力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武松与凌冲的区别 一谈水浒传 人们就喜欢说 哪位水浒好汉武功最高 凡喜欢水浒的 就没有不谈好汉武功的 哪怕头衔再吓人也一样 为何 因为武功既是标签 更是绝大多数水浒好汉们 赖以生存的技能 马上临冲 布下武松 仅仅是说临冲和武松 分别代表着 梁山好汉的马上功夫 和布下功夫的巅峰 是最厉害之人 其实不是 梁山上 马上功夫最高者是卢俊逸 比如征疗大战中 卢俊逸一人就单挑耶律四将 并完美取胜 而这耶律四将 却又跟官胜 胡言卓 徐宁和索超 能基本打个平手 这相当于 卢俊逸的武功 比两位梁山五虎 加上八标的总和 还要厉害 再看林冲 他和秦明 双斗官胜 才能取胜 这么一对比下 显然卢俊逸的武功 是远远临驾于林冲之上的 至于梁山部将的统领 则是鲁智深 他的部下功夫 丝毫不压于武松 可为何不选卢俊逸和鲁智深呢 这不是矛盾吗 因此才说 马上林冲 部下武松 不是说林冲和武松的武功最厉害 而是另有所指 那么 这句话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马上林冲 其实隐藏着一种悲哀 犹如我们许多人 平时懦弱地让人看不起 可一旦为了保护一家老小 免受伤害时 立刻就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做出奇迹般的壮举 只不过对于我们来演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 但对于林冲来演 显然隐藏着无法言明的大悲哀 而部下武松 是一种救赎情怀 既救赎自己 也救赎别人 武功仅仅是外在的表现方式罢了 这其实 就是为何武松断壁后 能心安出家 成亲中祖师 八十善终的关键原因 一 自己坐靠山 武松和林冲最大的区别是啥 其实就一句话 武松一直是试图自主臣服 而林冲却总在等待别人援手 哥哥武大郎被害后 武松也曾试图通过官府解决 但发现此路不通后 立刻就转变为 求人不如求己的状态 依靠自己的努力 寻出了真凶 并自己解决 这一系列行动 堪称是遗弃合成 此后几乎每件事 武松都首先是依靠自己 这就锻炼出来了武松 惊人的能力 再看林冲 自林娘子被高崖内欺负之后 便一直瞻前顾后 顾虑重重 以至于最终被害 若没有鲁制身 林冲早就命丧野猪林了 这种状况 一直贯穿林冲一生 如没有朝盖等人上梁山 林冲会火兵亡伦吗 根本不会 这就使得林冲 总是习惯依靠别人 武松因自己做自己的靠山 得以独立于梁山 不受宋江的控制 林冲却相反 哪怕事关梁山 昭安这等大事 他竟然都沉默 因为谁都能昭安 唯独林冲不能 因为他得罪的是高求 所以 自己做自己的靠山 就等于自掌命运 反之 则等于把命运 寄托在别人身上 靠自己者 从来都活得硬解 靠别人者 从来都活在别人脸色中 故而武松可以成祖师 而林冲只能无人问津 性格决定命运 心态决定人生 性格很难改变 但心态却可以调解 一个人的强大 其实都体现在了他心态之上 在《水浮传》中 谁的命运最惨 不是林冲 是武松 不信 你看武松这人生诡计 刚走入人生正轨 当了都头 就立刻变成囚犯 好不容易 重燃人生希望 要娶玉兰了 哪料却是诱饵 再落深渊 终于爬出来了 最终断臂成残 可武松却一直调整着 坦然面对任何人生遭遇 从不抱怨一个字 再看林冲 从八十万进军教头开始 一直抱怨着上了梁山 直至宋江掌权 他才学会了闭嘴 最终却得病而亡 再看林冲 林冲的职业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挣的银子应该不算太少 他家能顾得起丫鬟 而且工作还清闲 一天到晚的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与鲁智深交流 更令旁人羡慕的是 他还有位漂亮老婆 但林冲却依旧感觉 还有进步的空间 以至于在一次喝酒时 陆谦就很羡慕他 表示 你现在多滋润 连高态位都特别看好你 前途一片光明 哪料林冲却怒了 以我的能力和武功 为什么就遇不到 有本事的好老板 以至于屈臣在小人之下 受这般阿扎的气 看看这句牢骚 林冲连赏识他的高求都骂 这样的心态好吗 当然好 所谓天行贱君子 自强不息 妥妥属于正能量 但问题是可否知道 一个人若想飞龙在天 就必须经过浅龙勿用的阶段 所以很多人对林冲 一直有个看法 就算没有林娘子和高牙内那事 他也迟早会摔个三昏六素 因为发展得太顺利了 林冲已经开始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正是因为他这句骂高求的话 才导致了高求的出手 一下子让林冲领教到了江湖的险恶 这两种心态 一对比就能看出谁高谁低了 心态从来都是一个人的靠山 能随时调整心态 适应人生觊遇者 从来都是强者 武松在这方面非常强大 这也造就了武松能笑到最后 所以一直都有人说 人生在世 其实是活在自己的心态中 心态好 哪里都是天堂 心态不好 处处都是地狱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 朋友坐靠山 一个好汉三个邦 朋友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助力 甚至能在关键时刻起到生死作用 武松被包刀椅飞剑所伤后 是谁救了武松 是鲁志生冒着性命危险 夺了那飞剑 否则再让包刀椅运用法术 结果就很难说了 武松血剑鸳鸯楼后 是谁救了他 是张青和孙阿娘 武松的朋友很多 还有施恩等 甚至连宋江都算 这就注定了 武松的助力非常多 反观林冲 有朋友吗 鲁志生是一个 但是鲁志生上梁山后 是如何称呼林冲的 开口就是教头 跟着就说 无日不念林娘子 这里面的含义就大了 根本没有一点好兄弟 好朋友的亲切在其中 林冲一直都像是 孤家寡人一般 这就使得林冲处处遭打压 只能靠拼命表现自己的战绩 这也是为何 林冲战绩那么多的原因 结果 生命最后 还是要靠断臂的武松照料他 为何当时宋江 不留下一个全虚全以的好汉 没人愿意 在深究就是 林冲没有朋友 所以 任何人享有成就 没有朋友做助力 那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如今也是如此 对手从来都是一个人成功的动力 朋友却是落难时的靠山 而恰恰武松能拥有 林冲活到最后却都丢了 如何还能跟武松比较 因而才说 武松有三座靠山 且还都太给力 使得武松能成为亲中祖师 而林冲虽跟武松变脸 也是梁山奇绝人物之一 却最终落得无人问津 不知道大家对武松和林冲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